刚刚提到疫情重上观光 不少饭店业者是叫虎连天 在花莲泰鲁阁里头的山岳村饭店 因为担心原本的老员工没工作 所以老板是坚持不减薪 不放无薪假 选择卖掉接送用的车辆 从4月份开始 还将馆内珍藏的原住民手工艺品拿出来拍卖 希望可以一起共度难关 这也是我的镇店之宝 说起自己珍藏了20年的木雕艺术品 山岳村村长双眼绽放光芒 却又带点不舍 因为这些雕刻从4月开始就要对外拍卖 只为了要遵守和员工的承诺 肺炎疫情持续延烧 旅客人数大减 但是花莲泰鲁阁里的山岳村饭店 因为饭店里的员工 大多是附近村子里的原住民 有的员工是妈妈带着女儿一坐就坐了十几年 老板深知这份薪水对员工的重要性 坚持不放无薪假 卖车卖艺术品也要撑下去 我觉得老板对我们很好 因为其实花莲很多饭店的员工都被放无薪假 可是我们没有 原本山岳村全力拼国外观光 却因为肺炎疫情 国际航班全部停飞 几乎没了客源 不过幸好还是有台湾客力挺 我看着这些山啊 这些很壮观 我们也吓一跳 觉得很好玩 小朋友也觉得很好玩 很空旷嘛 所以大家来这里玩 我觉得是相对安全 非常时期使出另类非常手段 老板员工一起努力 要共同渡过难关 记者陈金叶华联报导